天王新大樓住戶们7号下午集体发生 他们感谢各界帮助 强调他们住的不是围楼是安全的建物 他们也澄清日前在大楼外拍摄俏皮照片的女性 不是里面的住户 希望他们可以道歉 另外还有住户表示说 地震前他们也曾想回去救猫 不过踏进大楼前50公尺 大楼就坍塌了 怪手动工粉尘和水泥快全都掉了下来 现场烟雾弥漫 天王新大楼受到强症重创 因为余震以及余市影响不断停工 如今将支撑钢梁增加到六根 终于在7号下午再度复工 我恳求外界伸出援手 帮助我们花莲 帮助我们花莲的乡亲 天王新的住户不论是屋主或租客 只能眼睁睁看着家园被拆除 东西全都来不及拿 心实在好痛 我就是拎着一个包包这样子出来 然后去上买 所以我等于说所有东西穷车在旁边 我也想要拿回所有东西 知道说不能进去的时候 当下是非常的难过 因为已经很危险 然后我的猫还在里面 就是要回来就它 所以第二次就倒了 我就没有进去了 来不及进去 不过现场流出这张照片 竟然有两名民众穿着雨衣 把天王新大楼当成观光景点 开心摆拍 遭到痛疲 我们不认识它 我也不知道它是谁 但是有人在下面留言 说它是我们大楼的住户 我很希望你们帮我协寻它 请它勇敢站出来 跟我们所有大楼的所有权人及住户 说声道歉 同样受地震影响 北冰街不少房屋 墙壁裂开一大条缝隙 也称为围楼 我很相信 但是这是有感情的啊 什么都没有 连慰问也没有 这个政府没有用啦 也没有给我们一毛钱 那个让我们搬家 还是什么都没有啦 什么都没有 不过一毛钱也没领到 一场强证让花莲满目疮痍 被迫撤离的住户 该何去何从 人是未知数 记者花莲综合报道